黃色水道握手 選手追 預備 強聲響起 各位觀眾目前在水面上所舉行的是 總場次第84場次公開男子組的決賽 由第一水道紅色旗子的東山湘工所 VS第二水道插著黃色旗子的戰炮隊 選手加油 各位鄉親 目前在水道上今年是我們總場次第84場 公開男子組的比賽 這是一場的決賽 所以說目前在水道上插紅色旗子 是東山湘工所隊 插紅色旗子就是剛才復仇成功的戰炮隊 東山湘工所隊在預賽為常敗機 唯一的一敗就是敗在剛剛的決賽當中 有戰炮隊扎扎實實給了一敗 傳之鋼通過200公尺 目前遭傳旗鼓相當 速度都是一樣的 最後的決賽 敗部復活賽 戰炮隊VS東山湘工所 各位鄉親 什麼叫做好漢中的好漢 你要看漢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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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看這場 兩隊實力非常接近 公開漢臭組 今年一共有7隊參加比賽 第一名將會奪得15萬元 第二名有10萬 15萬跟10萬 職業軍人VS湘工所 在第一水道插著紅色旗子 是東山湘工所 對水道插著黃色旗子是戰炮隊 戰炮隊雖然在預賽當中有些不順遂啊 但是一直挺了過來啦 通過400公尺處 在前方取得 謝偉領先的是在2號水道插著 黃色旗子的戰炮隊 1號水道插著 紅色旗子的東山湘工所 不是省油的燈啊 職業軍人VS東山湘工所 就快來到最後奪起的階段了 騎手隨時可以上場 勝利應該會在最後一刻才能決定啊 加油 東山戰炮東山 快點 快點 快點